走 坐 坐 不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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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回去 没让你出来呢 回去 回去 走 坐好 坐 坐 不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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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开 坐好 坐好 不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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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 坐 坐好 不许动 定 不许动 别动 进去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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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 好了 过来 把他出来 坐 大家好 我是金阳 刚才呢 就是 有老多粉丝 就是 养狗的时候 遇到这种问题 一开门 以前呢 我也遇到过了 这种情况 尤其是你端着吃 或者是吃的 尤其是狗粮了 或者是别管是什么东西 他们一看到之后 你一开门 一马把你 那个门子也开了 然后把你 转撞一下 就 撞倒了 或者是把东西撞散了 遇见这种问题 现在呢 我就是慢慢的 给他们改变一下 让他们 打开门之后 学会 在那等待 下完口链才能出来 这是一个养狗人士 要学会的养狗 科目吧 本领也是科目 等下完口链出来之后 随便让他们玩 在院里边随便玩 太子 太子坐 太子呢就是稍微比较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太子老跟他们打架 所以说让太子最后出来 但是他也很惊慌失措 着急吗 等会让你出来 因为你老跟人干账 你是他们的共敌 太子 一会儿让你单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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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才能让他不往外 一看门的时候猛出 那个镜头 怎么控制他 咱们拿太子做一下实验 因为把他们三个 刚才已经放出来 玩了一会儿了 太子还没出来 咱拿他 一开门他准我往外拍 看我是怎么样弄 弄完之后 把他控制好之后 我再走远 给他下口令 让他出来 拿他现做实验 看能不能成功啊 看能不能成功啊 看他这个镜头已经往外拍了 看 第一个办法 是最好的就是 这一看他就是被夹过 他一出来的时候 你就拿笼子挡他 有的时候 稍微夹他 一个地方 他就慢慢的能记住了 现在一弄 一出来猛一推门 就挡住他 不让他出来 以前呢 我拿这门挡过他 上次都把他前转给夹住了 所以有点害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没有开开门 走到远处 给他下口令 这口令 一直没有交给他 看今天能不能试一下 他在笼子里边 能不能等待我的口令再出来 孩子 不许动 不许动 不许出来 等着啊 不许出来 等着 走 过来 你又失败了 先让他回来 坐 坐 不许出来啊 不许出来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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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出来 不许动 别出来啊 别动 等待 好 出来 来来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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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太子 杜高拳 他也是个烈性拳 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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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实验 这说明了什么 我这种办法 还是可行的 下面咱们再拿 灰犬 灰拿 试一下 看看他的浮动性 是不是 比这个猎犬 浮动性要高 还是一开门 先往下冲 还是等待的时间 比他时间更长一些 更远一些 看 他这个浸头上来了 一看见我走到龙子这 他就一直拔这门 走出来 但是呢 我以前喂他食物的时候 夹过他好几次 看看这次 我让他等待的时候 他会不会还拔这门 行不行 坐 坐 不许动啊 等待 等着 坐好 坐好 等着啊 不许出来 不许出来啊 等着 好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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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看 一个护卫犬和一个猎犬 性格 反差有多大 这个护卫犬 你让他不动 在这笼子里等待 他一直坐在那 一动不动 等待主人的口令 带往外 出来 猛冲 这种劲头来出来 他不像那种猎犬 直接就是冲笼出来 同样是被夹过好一次的狗 有这么大的差距 再一个说 就是我刚才同同时控制这三个狗 他们三个 那个的时候 罗威娜 一直在笼子里等着 这个阿拉斯加 他直接冲出笼来 还有这个 斗犬 斯大夫 冲了一次 就是他 一直在笼子里等待主人的口 还是服从性 比任何犬种 是高出一切的 是吧 所以说呢 我用这个办法 还是 比较 有效的 如果要是冲笼 你就拿我这办法可以试一下 夹他一次两次 他不听话 四次五次 他肯定得听话了 听话之后 但是有个小细节 就是每天 需要你巩固 所以说就是每次 出笼之前 就让他坐那等待 让他养中一种习惯 这样就慢慢的 不管是家里人 谁开门 他就一直在那坐着 等待口令之后 他再出来 不因为这一个小事情 烦恼那么多 撞倒这个 或者是撞傻了 所有东西 怎么回事 这一切的 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小办法 就是制止他冲 冲笼 这个坏习惯 如果大家 感觉我这个办法是可行 还是不可行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